是 是 应该 应该不可能 我每天 走的时候都检查了 门关得好好的 对 那天啊 我关门的时候 看见一只老鼠 叼着咱们的肉 走了 老鼠能叼那一大袋肉 是啊 那 那 那么大一只啊 真的 是啊 来来来 给 你去买那个老鼠药 好好好 来 这给我 那我去了啊 去吧 你干嘛去 我去汤库看看 有没有老鼠 什么老鼠 大老鼠在那儿 你们两个 给我看紧一点啊 这许着根啊 我看就是他搞的鬼 对 吴大 我早就看出来了 这小子不对劲呢 肯定是他拿的 我跟你说 我早就看出来了 这小子 打来咱 店里 他就不 不 不对劲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早 没 没证据啊 百货 百货 百货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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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麻辣 哥俩 那个 你就是那只大老鼠啊 我打 大师哥 我实在饿得不行了 一时冲动 一时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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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哥 你就原谅我吧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 我原谅我吧 大师哥 把他带住 他再也不敢了 走 走走走 赶紧走 你听我说两句 走 你听我说两句 这帮 快走 走走走走 快点啊 走快点行不行啊 让你偷东西 这件被逮着了吧 快点 叶老师 当初许致根来我店里工作 你说有什么事情 你负责 他现在偷了我东西 你说你要怎么负责 怎么回事啊 对 这 这 这这肉嘛 它掉地上了 完了 我就捡起来了嘛 是吗 这捡起来 都往自己兜里装是吗 你还真会捡 对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装兜里了 大师哥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还不说实话啊 就这么一次吗 你 你 我告诉你啊 从你到我店里面 我店里天天丢东西 你你 你可真是朽目不可刁业啊 以后啊你的事我是不管了 叶老师啊 你别想撇清关系啊 这个呢 是你当初帮他签下的担保书 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得替他负责 现在他偷了我东西 没钱赔 你就必须赔 你赔 赔钱 对 好好好 好 我 我赔 你看那东西值多少钱 少说也有七八百吧 你干吗呀你 怎么了 这根偷了东西 你干吗让叶老师赔呀 这这他担保的他啊 他担保的怎么了 这叶老师也不容易 你别让他赔钱了 他不容易我容易嘛 这钱必须得赔 你干吗呀你 我 那不是治根头的祸吗 要不然你把他开除了 大志哥 你怎么着都行 千万别开除我 我求你了大志哥 求你了 滚 大志哥 滚 大志哥 我去上去 哥 什么哥呀 没听见你滚啊 你滚的 赶紧滚了你 滚 快滚 滚 既然是我担保的 我赔 反正我兜里就这么多了 那以后岔子 我以后补上 你们俩干吗 欧大都没拿你拿呀 你不要伸手了吗 我 我看看他真的假的 用你看啊 叶老师 叶老师 不好意思啊 这治根 我替他对您说声对不起 没有没有 我 既然我写了担保 我也有责任 反正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你赶紧去忙吧 行 来 金明 我给你带饭了 小敏 我看看 香吧 还是热的呢 一如既往的香 谢谢亲爱的 哥 大智哥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让人这么不省心哪 怎么还跟他在一块儿啊 我 大智哥 我跟小敏已经 希望你祝我们幸福 已经怎么了 小敏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你找菜呢吧 我 再走 走 不是 走 大智哥 你听我说 大智哥 走 大智哥 走 小敏 赶紧走 没听见 走 快点 放开我 走 看什么看 走 小敏 哥 赶紧的 金明 你什么命啊你 下去 小敏 下去收拾你 金明 小敏 金明 快点你 走 小敏 给我快点 金明 快走 给你 我 你 喂 我 爸 不好了 进明哥哥和小敏老师 不要大智车走了 对你快点来啊 好好好 你坐 做 别碰我 我也不会跑 叫你做 你就做 你想得行啊 你说 她已经是你的女人了是不是 是 是啊 好 那我今天就告你个强奸 警察同志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你干什么 干吗 干吗 欧大志 干什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您怎么来了 欧大志 你绑架我儿子 你这叫非法拘禁 我去遇你个非法拘禁吧你 你儿子欺负了我妹妹 我只不过把她带到这儿来问问话 我都还没告她 你倒恶人先告状了你 你少跟我在这儿废话 现在我就让警察把你给带走 突然说 你干什么 确实对不起 你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的应该是他们 对不起就完了 我告诉你 以后你躲我儿子远点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爸 这事跟小敏没关系 你说她干吗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他们说话呀 走 爸 走 快走 小敏 小敏 爸 你放开 看到了吧 是她儿子欺负了我妹妹 她还恶人先告状 这这 还有天理吧 没看出来那是个疯子吗 追她的呀 这什么事啊 这 好 我还在家里面 就不要管我 但我又谁 我会有心自权 你也会有心自杀 你会有心自杀 你也会有心自杀 我会有心自杀 我会有心自杀 你也会有心自杀 我的心自杀 我的心自杀 有心自杀 我会有心自杀 我点歌 有没有 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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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点歌 点什么歌 有什么新歌啊 好 我带你看看啊 好 来 你看啊 这个是菜琴的 然后这边的呢是 我头发死了 喂 神经病啊 你帮我头发干嘛 老娘头发可值钱的 真是什么毛病啊 方老板 方老板 你好 坐吧 谢谢 谢谢 方老板 今天找我们两个来 有何吩咐啊 看你们俩气色不错啊 生意不如正轨了 公司的确是有点起色了 不过这都是托方老板您的福啊 对对对 这一切都要感谢方老板 对对对 谢谢您 谢谢您 今天呢也是有个事 要让你们帮忙 没问题啊 尽管说 对 方老板您尽管吩咐 欧大志的生意最近又有起色了 想办法帮我解决一下 这简单嘛 我们就先找出 欧大志的新的供应商 然后断了他的货源 这不就行了吗 把事情办漂亮点 事成之后呢 我跟光玉说 让你们的尾款晚一点还回来 那真是谢谢您了方老板 谢谢啊 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许志根 半夜不回家在外面喝酒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你 你 扣门给你 别扰我啊 烦着呢 小子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你找我能有什么正经事啊 我找你当然是能挣钱的事啊 好 来 来 我跟你说啊 你会想办那个事情 我跟你说啊 嗯 晚上一泡尿 早上一泡水 小日子过特别逮 买 买 哼 跟着你啊 不是你怎么来了 这里不欢迎你 滚 不是我说你啊胖子 你会不会说人话 啊 我这次是来消费的 顾客 懂吗 我跟你说啊 你们俩对我客气点 不然的话我到消费者协会告你们 是 顾客 上帝 上帝您 您带通行证了吗 您有吗 你们俩真是的 prop啊 行啦 懒得跟你们俩废话 depri什么 来 一百块钱驴肉 真的假的 哪来那么多钱啊 透的还是抢的呀 赌的 行了 我业务很忙的 没时间跟你们俩闲扯 快去快去快去 去去 去啊 有钱干吗不赚 都馊了 存多少时间 你们家祖传的吧 那什么 说好 忘了忘了 赶紧 再给我加上 那个一百块钱浆肉 快去 是 你早干吗去了 忘了忘了 快 赶时间 快 有披一块房 好好好 这费劲 来 好 好 来 上帝 好好好 来 行了 走吧 验验货 验什么货呀 我们能做那亏心事吗 麻铃的够吧 我跟你们说 就你们俩呀 这辈子 就只能在这窝着 没出息的玩意 是 你有出息 今天一早真会去 你真有出息 boys 来啊 哥 亮亮 你怎么来了 哥 你想 你是不是欠我什么呀 欠你什么呀 欠我一顿大餐呢 什么时候还呀 臭小子 就知道吃 过来 想不想我 想啊 哥 你这是要干嘛呀 亮亮 哥哥呢 告诉你个小秘密 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能跟别人说 可以 赶紧说 哥哥呀 很可能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咱们俩以后 有可能就见不到了 那你不要我和小秘密老师了 我跟小秘密老师一块去 哥 你别走 哥 我求你别走 亮亮 你听话 哥哥 你能不能不走啊 我找我爸去 亮亮 你别胡闹啊 亮 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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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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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亮亮 亮亮亮亮亮 爸 爸 爸 不好了 怎么了 那我哥 要和小敏老师离家出走 你快去看看吧 你说的是真的 许志根 你干什么呀 许志根哪 这么一大桌子韭菜 你也不怕撑死你 姐夫 走走走 你说你那么大一大老板 什么场面没见过 这还紧张 是 是吧 姐夫 欧大志所有的关系网 还有他现在的 共和商联系方式 全在上面呢 姐夫 你答应给我钱的是 两万 许志根 你确定这通讯录上面 有欧大志所有新供应商的 联系方式吗 我发事 我亲眼看见他写的 姐夫 你别跟我瞅花样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姐夫 我许志根做事 你还不放心吗 是不是 来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来 咱交接一下 幼稚 沉甸甸的 行 合作愉快 这个 姐夫 一会儿就麻烦你 把这单给买了 这酒还不错 打电话 混蛋 临走还撬我一顿 林民 小敏 沈敏 嚣敏 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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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敏 我以为你等不到我 就自己先走了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先走了 再说了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咱们走吧 车要开了 好 走吧 走 小敏 我们这次离开以后 可能需要重新开始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呢 你跟我在一块儿 可能要过一段苦日子 我不怕吃苦 如果我怕吃苦的话 我就不会来了 而且我们两个在一起 怎么会饿肚子呢 谢谢你对我一直以来的信任 等我们到了以后呢 我去找个落脚的地方 然后找工作好不好 我们租个小一点的房子吧 我不想让你压力太大了 小敏 感谢你对我一直这么包容 小敏 虽然我们还没有举办正式的婚礼 但是在我心里 你早就是我的妻子了 这枚戒指我准备了很久 今天我想把它戴在你的手上 走吧 上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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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没事了 没事了 欧大志 你妹妹把我儿子拐哪去了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我妹要是有个什么闪失的话 我饶不了你 明明是你妹妹拐走了我儿子 你还烦咬我一口是吧 你别以为你是流氓我就怕你 我要是流氓的话 你就撤我爸 我告诉你 你胡说什么你 你 师傅 这车怎么还不走啊 是啊 怎么还不走 是啊 怎么还不走啊 都等了这么久了 我赶时间啊 师傅 别急 别急 还您走吧 好像前面有两个人吵架 其中有一个是光头 看样子要打起来了 我妹妹从小就那么听我的话 要不是你儿子勾引她 她不会跟你儿子走的 你小心 我饶不了她 你 你拉倒吧 叫你妹妹能配上我儿子吗 你妹妹什么货色啊 你再说一句 你妹妹什么货色 再说 你你 你动什么手啊你 干什么 你 动手啊你 干嘛你 说一说 你怎么样呢 姐夫都打下来了 怎么怪啊 怪怪啊 其实我还能要点不能啊 你招走你呢 师傅 别我们下车了啊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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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打是吧 快 快走 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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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去 被发现的话咱们走不掉了 快 小敏 快走 快走 别跑 明明 明 别跑 别跑 快 小敏 小敏 明明 别跑 小敏 你想想干什么 想怪我妹妹是不是 明明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大追狗 我不走 大追狗 明明 爸 快走 快走 跟我回家 别犯傻了 回家回家 跟我回家 小敏 小敏 你跟他不会有结果的 人家瞧不起你的 大追狗 走 跟我走 我爸的话不代表我 我会给他幸福的 哥 你就成全我们吧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个小子 怎么能跟你吓唤 放开 小敏 大追狗 放开 放开 大追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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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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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那好 请在笔录上面签个名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联系你的 另外 如果你这边有什么情况 请及时向我们汇报 好 这样吧 谢谢你的配合 走 小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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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儿子怎么样 你快说我儿子怎么样 很抱歉 我们已经尽力了 请您进来顺便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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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冰冰 冰冰 小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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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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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明明 这就是你对我的惩罚吗 明明 明明 你不要这样离开我 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老天爷呀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 你让我以后可这么活呀 明明 我的宝贝儿子 你做了爸爸的儿子 这么些年 爸爸 爸爸从来没有 好好地照顾你 本来想着你这次回来了 好好地弥补 帮着你整家里 你也没想到 爸爸唯一能做的 就是给你料理后事啊 明明 我的傻儿子 你起来吧 妈妈错了 妈妈以后 再也不骂你了 妈妈不管你了 你想做什么东西 妈妈再也不管了 你起来吧 妈妈 明明 明明 季明 出去 你不准进来 你给我站住 你不准再往前走一步 我不准你拷起我儿子 他都是被你害的 叔叔 我求求你 让我再看季明最后一言 好不好 就最后一言好吗 你有什么资格求我呀 你害死我的儿子 你还要来求我 你给我出去 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 叔叔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再看他最后一言 跟他说说话好不好 好不好 你没有这个资格 我们家金明多好的孩子 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 我就是不让你见我儿子最后一面 我要让他从天脚上摔下来 满脸是血的样子 永远留在你的记忆里 我要让你痛苦一辈子 你给我出去 对 金总 想打想罢 你冲我来吧 你儿子的死 对我妹妹来说 他也很痛苦 你不要再责备他了 他痛苦 他有我这个 失去儿子的父亲痛苦吗 你让我打你 让我骂你 我打你骂你 我儿子就能活过来吗 你 金明 你住口 你这个女人 你不准叫她的名字 那个 她 你 我 你要牂不许 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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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 你 我姬光玉一向自民不凡 其实我什么都不是 我连我自己的亲生儿子 我都保不住 我就是一个废物 光玉 秦敏已经不在了 你要保重身体 你可不能再出什么事啊 别太伤心了啊 金总 事情到这个地步 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请节哀吧 节哀 我为什么要节哀 节哀的话 孩子就能活过来吗 是你们两兄妹 害死了我的冥冥 冥冥是一个多听话的孩子呀 要不是因为你们 他根本就不可能离开 都是你们害死了冥冥 你还我儿子的命 你还我儿子的命 王玉 别这样 人死不能复活 别这样 欧大志 我们冥冥 就这么被你们给害死了 我会记你们一辈子的 小明 我们回去吧 我不走 我要留在这儿陪金鸣 你在这儿 朕会制造更多的麻烦和困扰 你也没办法让 让金鸣安心地离开 回去 我不走 我要留在这儿陪金鸣 金鸣现在永远地离开我了 我连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好 叔叔 我求求你了 你当我骂我都可以 但是你让我赶金鸣最后一眼吧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好吗 你去跑吗 庄王 庄王 你去跑吗 我在这里想你 你去跑吗 这里每一天都在变 你变了梦 北京的风很大 吹了 金鸣 金铭 你醒醒啊 你醒醒好不好啊 你不是说过 你无论如何都会和我在一起吗 你怎么会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呢 你把我也带走吧 金铭 你醒醒好不好 我是小明 你睁眼看看我啊 金铭 我们有过的家 我爱北京 你在哪 想问问你 心情好了吗 这背景太糟糟 太拥挤 太大 我再不相信 你 玉琴姐 金铭的事儿大家都挺伤心难过的 但是人死不能复活 您要节哀顺便 不要太伤心了 大家都很难过 而你也很开心 是不是 玉琴姐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吧 玉琴姐 自从我们明明回来 你就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把她赶走 现在我的明明走了 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再也没有人跟你抢金铭的财产了 你 你开心了 你满意了 光玉现在那么伤心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但是也请你管好自己 不要横生枝节 你要再这么胡闹的话 我也会管不好我自己的嘴 好 好 好 方忠麟 我问你 金亮真的是光玉的儿子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他当然是金光玉的儿子了 欧大志 我发现你跟欧大志 不是初恋情人那么简单 欧大志对金亮的关心 已经超出了常理 对不对 你想多了吧 欧大志只是跟金亮比较头缘 我儿子长得可爱 他喜欢金亮不行吗 是吗 我怎么听说 有一个女人离开了旧情人 嫁给了别的男人 不到十个月就生了孩子 她和别人说她是早产 这个故事你不陌生吧 小米 你在干吗 小米 别咬 你别咬 别咬你自己好不好 小米 大志 好 咬一咬就咬吧